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不甘屈服 這個8-5-2-3不甘屈服 百姓盡量已經在趕時間 把所有的關卡資訊 把所有的公關攻略做出來 因為這個影片要拍要時間 所以 進駐的部分就大家包含一下 先K掉其中一隻 K不K其實也還好啦 這個有些時候突然間沒什麼講話 因為這兩天講太多話了 喉嚨已經有點不堪負荷了 先出 邊打邊出技 所以沒什麼影響 下一關是越攻越強 所以我們在這一關一定要把技能先出起來 可以看到我們的露西法到裡面跳 就已經K掉一隻 所以攻擊力是很足夠的 不用擔心攻擊力不夠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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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露西法還有7回合 所以我決定先把它銃起來 刃 要等下連續爆發會用到 石頭 石頭 從 獨 還有一回合,沒問題了 把殺戶先滴掉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一樣,在立 流光珠 注意我的配技喔 我們現在是這兩隻開下去 165萬應該是可以一波送走,沒有問題 第一波,下一波再一波,兩波,三波 開龍客 綠出光珠 阿靠腰 漂亮的光珠 我哭哭了 15,我們就只好自求多福了 好,看沒有沒有,我的兇 帶走一隻 先擂擅長喔 沒辦法了喔 大陣 大陣 打擊 我們看看三顆都會這個 達到100萬的水準喔 好像是比較難啦齁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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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顆 3顆 過百萬 剛才那個 在洗豬的時候算是有失誤 所以那部分各位可能自己要稍微留一下 不要把自己的攻擊珠消掉 不過爆發順序是一樣的 好 各位剛剛可以看到這一隊的 攻擊力有多強 3顆就可以破百萬的攻擊力 當然你要搭配你的技能 一樣你要組合技 直接出手應該是沒辦法 還有6回合 那就是可以直接 快速的碾過去 這隻CD快 所以我這隻先把它開來用 我怕COMBO數太高 把它幹掉 所以我基本上還是留了一手 好像這樣打下去 那應該殘血了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 對剛剛不是殘血 是 是沒血了 綠光束出來 好 下一回合它會鎖季 好 它會鎖季 好 所以 我們先開季 再開 好 然後天雷戰長 然後天雷戰長 好 然後天雷戰長 好 這時候你要把你的攻擊珠給錯開 好 這時候你要把你的攻擊珠給錯開 好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TEMPO 然後它現在有天雷戰長 跟那個 露娜的那個 那個 神魔共鳴 所以我們一波把它送走 一波 哎呀 殘血 三血自己趕快補回來 COMBO數不夠 自己加油 百姓三到五而已 噢耶 變身 好 好 戰術有些 有些時候往往 抵不過變數 啦 總之打法就是這樣 噢 這個 自己手採用什麼的部分 大家就自己加油一下 噢 戰術有些 總之打法就是這樣 噢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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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開一下 木漢按攻擊力減少至10% 那它會隨機封技 隨機封技 爽一下 不要留太多後患 噢 果然會後患無窮 果然會後患無窮 有些人 這個可以爆發我們就開一下 沒關係 因為這一關不是我們要耗時間的關卡 所以可以爆發你開 沒關係 不會死 沒有露娜 這是沒有差 我們攻擊力減少至10% 200多萬 第六關 大於等於7combo盾 改 改 這個 這一關就是 轉高combo 順便儲技 就這樣 7 沒有 它不給7 你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第7combo是屬於天降抗 天降抗 這邊做了一個別處 用滑鼠有個好處 因為我在講解的時候 大家可以知道 我在指哪裡 這個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個人就蠻喜歡 再來一個 可惜 6 6 7 非常好 暗珠打一下 什麼鬼啊 有 有 你 有 有 1 各位等我一下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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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有個比較緊急的狀況我要先處理一下 所以 各位覺得我通關的速度也變慢了一點點 這個包含一下 大聲都飛起來了 五、六、七、沒有 沒有 再來一個 這真是哈 哎呀 三combo 飛天吧 大神 再來一個 這麼小氣啊 好 七 來吧 好 第七關 這個反擊兩千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豬豬稍微綠一下 有光豬 哎呀 哈哈 小心 小心 不要倒到他呀 不要天降 這個暗豬是我故意轉的喔 他弄到光豬了 弄到光豬就很危險喔 弄到光豬就很危險喔 跟各位爸爸一樣 弄到光豬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為什麼 綠不出光豬出來 一綠出來他就攻擊他 我 這簡直是殘虐我嗎 這關小心天降 會被天降玩死 然後現在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毛 毛 毛 我們就不要放棄了喔 露娜 再加上這個大聖好了 我怕威力不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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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ombo是否能帶走呢 非常漂亮的沒有帶走 那我們就是 再轉一波啦好不好 請注意一定要轉出來 不然我們就要GG 下面真的很可惜沒有弄出來 我有天降弄出來了 去死吧你 所以這是考驗各位的轉出能力 這邊兩隻 50%50% 那我建議各位是直接先開這個 打擊開一波送走一次 這個如果有辦法送走兩隻 也算是威力還蠻夠的 我的評估啦 會送走兩隻 所以我們這一組光珠 我們把它切掉 切到那邊去了 我還弄到全體攻擊 有 喝喝喝 喝喝喝 好無視控制技能 剛才生命大於40% 下一次傷害不會死亡 本來想要在千一關綠 無所謂 因為這隻 他是要復活之後 復活之後他才會 無視減傷和醫治技能 所以復活之前我們可以慢慢跟他玩 這個說明應該聽得懂 現在怎麼打他都不會死 因為他會再復活一次 他比復活變強的特性跟那個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幫他拍一張照 這邊就是先儲計啦 既然如此我剛那一關 剛那一關要打一次 一次打兩隻就好了 剛才的言論就屬於一個 就是沒有聽到的狀況就好 請無視之 這關最重要是配技齁 隊伍不是問題 有人說隊伍是問題 那個我就沒辦法解決了 因為我是用我手中的卡牌發揮最大的效益齁 所以你要參考我的隊伍 去發 參考我的隊伍去發揮你最大的效益齁 剛才這邊有一個疊住 我把他弄掉了 第一條血可以慢慢用 看來百姓在喉嚨已經 已經 快受不了 我的喉糖都被我吃掉一半了 一半是所謂兩條的一半 我兩條交替著吃這樣 好 繼續 吃的喉糖算是有點在陰撐了 因為還是要少講話 醫生說的 可是我們要排便沒辦法 下點轉租都有點問題 稍等一下 好 如果不需要講話,百姓就盡量不講話了 有點安靜,可能大家不太習慣,大家多多包涵 一隻都很好打,沒什麼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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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這個越戰越強的荊棘要怎麼打 因為下一關是越戰越強的荊棘 就是血越少攻擊力越大防禦力越高 甚至可能破千萬的防禦力都有 奇怪我們光速都還沒有很多 我基本上combo速 平均6-5combo 6combo以上的對不對 通過這些關卡速度會快很多 為什麼 因為百姓用3-5combo的水準 這個滑鼠大概是這個水準而已 所以不用滑鼠應該也是這個水準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 可以用平民轉珠 就可以帶領大家通關 這才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不像那些伸轉珠一樣 因為你伸轉珠 就是一定要那麼省才能通關 那條件限制就是 變成限制技術了 所以你有卡牌沒有那樣的轉珠技術也不行 好 運用手中的卡牌發揮最大的效益 百姓一直以來都說了這句話 快死了快死了 我先算一下它的攻擊力齁 10452X1.5 所以它等一下攻擊力是15678 我們會一波就被它幹掉齁 減傷沒有用 去血 變身 它怎麼直接死掉了 好像是壞掉了 好,不管 壞掉了就算了 所以我們可以一波就把這隻帶走 攻擊防禦大幅提升嘛 越戰越強荊棘是不是 好 我就來挑戰一下你的越戰越強荊棘 在我們大生面前是沒有什麼荊棘的 好,這兩個木來不及過來了,那就算了 龍科 7combo而已,我們要增加我們的威力 這個 我怎麼發現我的攻擊數還蠻多 好,如果一波帶不走,我們還有第二波 不過應該沒有這回事 來吧 好,以上是這個 第九關為什麼沒有 完全恢復的一個奇怪的狀態 好,不甘屈服 8隻5隻 2隻3不甘屈服 的關卡示範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